巴蜀地区历来物产丰富 景岩是巴蜀地区最主要的物产之一 东汉末年以来 景岩的生产管理一度混乱 生产效率低下 诸葛亮决定强化食岩关脉政策 增加岩井的数量 同时对生产技术加以改进 景岩是通过绝景汲取地下盐水熬制而成的 传统的熬制方法用所谓的加火熬制 诸葛亮大力改进和推广活景主岩的技术 活景就是指天然气景 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利用活景的地方 一直以来 活景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诸葛亮对活景的景口进行了改进 使得活景主岩的效率大大提高 产颜量是加火主岩的一倍以上 直到今天四川的盐井依然在使用活景主岩 在今天的四川长宁自贡等地 依然有很多古代留下来的盐井遗址 在诸葛亮制属期间 蜀地盐井遍地开花 盐成了蜀地的重要物产之一 而盐税也因此成为蜀汉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 后世有人因此称诸葛亮此举为 以盐利国 在古代 可以语言相提并论的只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铁 如果说蜀汉是以盐利国 那么还可以说蜀汉政权是以铁强国 三国时期 中国的野铁技术得到高速发展 百炼钢 灌钢 淬祸法等新的野链技术 都在这个时期出现 史书记载 诸葛亮任命竟与野链的巧匠蒲园 在汉中铸造宝刀 蒲园对淬祸用的水要求极高 专用熟水淬祸 一次他命人从成都取熟水回来 蒲园一试 说里面掺杂了八升浮水 不能用 取水者大惊 立即叩头谢罪 承认路上因不小心 撒掉了一部分熟水 而掺进了八升浮水 蒲园用精湛的淬祸技术 打造的刀具锋利无比 被誉为神刀 他命人往竹筒里装满铁珠 以刀切至竹筒应声而断 而他所打造的甲咒则异常坚固 据南史记载 蒲园为诸葛亮打造的统锈楷帽 二十五十弩射枝不能入 据说 以此甲咒技术结合南中地区的藤甲 能造出一种既坚固又轻便的盔甲 这种盔甲就是传说中软胃甲的原型 野精液它不仅可以制造冰器 更多的它是制造农具 它就促使铁器的运用和推广 所以蜀汉的不仅冰器有名 农具也做得很好 蜀汉生产的铁器 更多的用于农业生产 这些质地优良的铁制农具 使用起来省时省力 便于金耕细作 有力推动了蜀汉的农业发展 盐业和铁业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 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基础 然而 在蜀汉地区 还有一样更为特殊的乌产 这种乌产坦称西式真品 它不仅是王宫贵族们 竞相收藏的瑰宝 皇帝更是拿它作为 赏赐臣子的重要次物 它就是蜀井 八蜀之地 自古就有养蚕造丝的传统 而用蜀地所产的蚕丝织成了锦 因其工艺精湛 质地坚韧 色彩华美而闻名天下 顾名蜀井 诸葛亮曾经说过 绝敌之资 为养锦耳 为了鼓励农丧 诸葛亮亲自垂饭 种丧八百株 从事养蚕和织锦生产 为了提高蜀井的产量 诸葛亮设立了专门的官员 负责管理蜀井的生产 这样的官员叫做井官 正是从诸葛亮开始 蜀井的生产 开始变成规模化的国家行为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 蜀井生产在规模和产量上 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西建文学家佐斯 在蜀都库中说 蜀汉境内桑园遍地 城内大街小巷 家家鸡重置身相互 织锦人家千户万户 花纹装饰的织锦 斐然成章 经过江水洗浊的织锦 四则分外鲜艳 蜀井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出口产品 史书记载 曹操一家祖孙三代都十分喜欢蜀井 曾经多次派人秘密来到西蜀勾井 孙权经常用蜀井奖励手下的大臣 不仅如此 蜀井还远潇至巴基斯坦 印度 阿富汗 伊朗 中东和欧洲地区 蜀井成为诸葛亮闭关西农 养育棉物政策的最重要经济保障 当时工匠们集中居住生产的地方 叫做井里 衙门所在地就叫做井关城 于是乎井里 井关城 井城 变成了成都的别民 今天还在使用 你看 有诗言校尉 有诗经中郎将 有井关 这几个专门关职的设置 再加上前面的宴观 可见诸葛亮是何等的重视 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 这方面做好了 就起到什么作用呢 复国安民 蜀中大致